朝鲜的前世今生 朝鲜的名字来源于周武王册封的姬子朝鲜 姬子是商周王的叔叔 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周朝的分封国朝鲜 韩国的名字来源于三韩 西汉时期位于现在的韩国南部地区有三个部落 分别是马韩、陈韩和汴韩 这三韩被认为是朝鲜和韩国的祖先 但是朝鲜和韩国的英文名字却是相同的 都是Korea Korea这个单词来源于高丽的音译 是阿拉伯商人把高丽的名称传到了西方 高丽虽然统一了朝鲜 但是太祖王健却有一件棘手的事要解决 王健能够在朝鲜半岛迅速崛起 地方豪族势力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 但这种势力的存在也让王健感到了不安 安抚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对统一后的高丽至关重要 王健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一口气娶了29个王妃 这些妃子们的出生地遍布朝鲜半岛 他们的父亲不是身居要职 就是富甲一方 通过这种政治联姻 王健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王朝的稳定 不过这种婚姻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王位的继承问题 王健策立的储君是长子王武 王武虽然英勇善战 但他的母族势力相对弱小 因此王健死后 各豪族势力都想扶持自己家族的高丽王妃 所生的儿子继承王位 公庭内斗异常惨烈 除了推行王室与贵族的政治联姻 王健还鼓励王族内部婚配 来保持继承人的血统 王健有25个王子和9名公主 其中就有6对同父异母兄妹成婚 在王健倡导的婚姻制度下 高丽王朝的公主们 绝大多数嫁给了亲哥堂哥 或者亲叔堂叔 可笑的是 让这种乱伦式的婚姻走向衰退的 却是来自中原的征服者蒙古 在高丽称为元朝藩属国后 高丽王后必须是蒙古公主 继任的高丽国王 也必须是蒙古公主的儿子 这样一来 蒙古王妃的地位远远超越了宗室王妃 王族的内婚制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如果说王健在对待国内豪族的问题上 采取了稳健的怀柔策略 那么他在处理和辽国的关系上 就比较狼性了 实际上当契丹人建立辽国时 和高丽的关系还不错 但契丹吞并渤海国后 与高丽结让使王健推行的北进策略受阻 可王健没有因此失去扩张的野心 他开始积极吸纳渤海国移民 诱惑大量渤海人不断涌入高丽境内 契丹很生气 但熄灭契丹人战火与怒火的 却是富饶的中原王朝 因为恰恰在这个时候 后唐将领石敬堂造反 为了获得辽国的援兵 石敬堂答应割让燕云十六州 并甘愿做大辽的儿皇帝 辽国自然选择中原这块肥肉 暂时搁置于高丽的争端 在辽国的帮助下 石敬堂建立了后进 按照约定 把现在的北京 天津 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 隔让给了辽国 中原王朝自此失掉了长城这道战略屏障 和重要的战马 饲养地 给后来四百多年间 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入侵 创造了极为有力的条件 所以石敬堂被后世称为大汉奸 尽管石敬堂是沙陀族人 而不是汉人 与石敬堂对契丹百依百顺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高丽太祖王健对契丹的不屑一顾 王健在向后进称臣的同时 试图游说石敬堂一起对付契丹 石敬堂显然儿皇帝做久了 失去了脊梁 没有接受王健的提议 942年石敬堂病死 石崇贵继位 王健又派使者到后进 重提以前的建议 石崇贵虽然能力一般 却是个很有骨气的皇帝 继位后就想摆脱契丹的控制 同时他也希望高丽从东边牵制契丹 来减轻后进对抗契丹的压力 可惜计划还没有实施 王健就去世了 王健临终前给子孙留下一讯 背后是称作驯耀十条 其中的第四条遗命是要求高丽子孙学习中国礼仪 不要效仿契丹这种禽兽国家的礼仪制度 可见王健对中原文化的重样和对契丹人的鄙视 943年太宗王武继承高丽王位 后进出地石崇贵按照惯例册封了王武 并派遣大使传达圣意 要求高丽攻击契丹 可中原大使来到高丽就崩溃了 一方面高丽正规军几乎没有战斗力 另一方面根基不稳的王武还在忙于应付各种残酷的内斗 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挑战契丹 至大才说的石崇贵不得不独自迎战契丹 短短四年后进被契丹灭国 契丹人趁其在中原烧杀抢掠 激起了中原汉人的血性 他们自发组织起来 多的数万少的只有击败 到处突击契丹军队 杀戮契丹官吏 犹太宗耶里德光最终无力维持在中原的统治 只好灰溜溜的撤军 在回国途中病死 960年后州将领赵匡应黄袍加身建立宋朝 之后南征北战 在即将统一中原时离奇死亡 杀凶嫌疑犯赵光义登上了皇位 宋太祖赵光义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 向辽国发动了两次进攻 第一次是高粱河之战 盲目指挥的赵光义轻敌冒进 使宋军遭遇毁灭性打击 第二次是雍西北伐 为了增加胜算 赵老二请求高离一同进入大辽 辽国当时主政的是肖辍 大辽有史以来最牛的皇太后 宋军北伐前 肖太后就和高离讲和 并答应了高离的部分领土要求 所以眼光短浅的高离城宗王志 拒绝了大宋的出兵要求 宋军最终战败 忠勇无敌的杨叶 在战场上也被诸队友坑死 此战之后 宋朝彻底失去了对抗大辽的底气 稳住了大宋 992年辽军东征高离 高离军臣吓傻了 成宗王志亲自督战 但是高离军队根本挡不住 契丹人的虎狼之师 很快主将被抓 彭山郡被战 高离王马上请罪求和 辽国没有想到高离军队这么弱 讨伐高离本来只是为了避免高离与宋朝联合 既然达到了震慑目的 辽国还是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宋朝上 于是从高离撤军 之后高离向辽国纳贡称臣 并与宋朝断交 辽国则把鸭鲁江以东的部分土地给了高离 1004年辽宋递接禅元之盟 辽国没了后顾之忧 高离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010年辽圣宗率军40万讨伐高离 高离大将康照战死沙场 险宗亡寻逃离王城 辽国占领开城后 战线已经拉得太长了 由于担心高离反扑 辽军开始撤退 1018年辽国第三次进攻高离 先胜后败 但高离也元气大伤 没有能力和勇气趁胜追击 作为胜利者的高离险宗亡寻 反而尚表谢罪 自此高离和辽国维持了长久的和平 1115年 女真首领婉颜阿古达 在惠宁府 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阿城区建立大金王朝 而可怜的北宋王朝 却迎来了祸国殃民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 愚蠢的宋徽宗被大金拉上了抗辽的贼船 辽国灭亡后 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的北宋王朝 再次遭遇大金的蹂躏 与北宋相比 高离的平衡外交就高明多了 在辽金战争的混乱期间 高离成功的从金辽两国敲诈到宝州 来源两座城池 使高离领土扩张到了鸭鲁江 但是高离仍不满足 趁着大金和南宋交战 试图侵占金国领土 却被打得满地爪牙 偷鸡不成的高离再次改换门定 向大金称臣纳贡 高离出现了久违的和平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 1170年高离五臣发动政变 建立民宗傀儡政权 高离进入五人专政时期 高离王朝是如何度过这段 叛乱丛生 民怨四起 政变不停的五人时代 我们下回分解 我们下回分解